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尊笔微行 直 这个字咱们在常见词里面讲过 它就是拿的意思 意框 这个意在这是身框的意思 尊笔微行 尊就是顺着 沿着的意思 所以咱们今天说尊寻 尊和寻是一个意思 都是沿着的意思 微行 这个行是指的 鹿 微行呢 所以就是指的是小鹿 比夷在这儿没有什么更多的意思 可以理解的是那条小鹿 翻译的时候当然不一定翻译出来 所以这两句呢 可以这么翻译 姑娘手提伸竹框 沿着小鹿向前方 下面是圆求柔桑 桑呢 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桑桑树 桑叶 圆在这儿是相当于于事 柔桑就是非常嫩的桑叶 求就是采摘的意思 所以这四个字可以翻译为 于事采摘嫩叶桑 春日迟迟 彩繁齐齐 女心伤悲 待及公子同归 春日迟迟 这个呢 指的就是 这个太阳呢 落山 比较晚了 天越来越长了 彩繁齐齐 就是平常咱们说的这个白蒿 齐齐 在这儿是众多的样子 只是彩繁的人很多 所以这两句可以翻译为 春天日子渐变长 人们彩蒿闹嚷嚷 下面 女心伤悲 待及公子同归 这个待是害怕的意思 公子在这儿指的是贵族子弟 同归一块回去 但在这儿呢 应该是指被这个贵族子弟所霸占 所以这两句可以翻译为 姑娘心中好悲伤 就怕公子看上把人抢 大家可能注意到啊 就是咱们这个翻译的词呢 很通俗 像大白话一样 因为这个七月 本身呢 它就是这个流传在农民之中的 歌谣一样的这个东西 所以它是农民吟唱的 朗诵的 所以呢 它应该是非常通俗的 非常通俗易懂的 所以这个译文呢 它也是翻译的非常通俗易懂 第三段 七月流火八月八月环美 残月条桑 取笔辅腔 以发远阳 依笔女桑 七月明菊 八月再基 再玄再皇 我诸孔阳 为公子长 注意一些字的发音 七月流火 这还是刚才说的 七月火星偏西方 八月环伟 这个环伟 这两个字呢 大家看呢 它的部首呢 都是草子头 这环伟呢 又叫尖家 也叫卢笛 就是指的是 芦苇的一种 八月环伟呢 就是指这个 收割这个芦苇 一类的东西 但是呢 由于它都是四个字的 所以这个收藏 这两字就被省略了 所以这两句呢 可以翻译为 七月火星偏西方 八月 笔尾 好收藏 取笔辅腔 取这好懂 笔 笔呢 是指那些 笔 就是斧头 枪 这个笔和枪 笔呢 是指 这个 孔是圆孔的 就是笔子那瓣啊 是圆孔的 这种呢 叫笔子 如果它那瓣是方孔的 有些笔子啊 它是方孔的 方孔的呢 叫枪 所以这笔和枪呢 搁一块呢 就是泛指 斧头 以法远扬 以法 就是用来啊 以枝法啊 用这些斧枪 来砍伐 远扬 远扬呢 在这指的是 长得高大的枝条 所以 这两句 这个残月 残月呢 是指的下历的三月 三月呢 是养残的时候 所以呢 这几句呢 可以这么这么翻译 三月 动手 修丧 修丧术 这个调丧 调呢 在这是 这个调呢 本来是名词 在这是 变成动词 啊 就是 使之调理 啊 调呢 可以理解为调理 使之调理 就是修理的意思 啊 修理的一个丧术 啊 所以叫三月 动手 修丧术 取出那些 符合枪 一比 女丧 这个一 就通 这个几字 哪个几字呢 就是提手边 一个奇怪的旗 这个几 就是牵引 拉着的意思 在这儿 引申为 摘取 女丧 啊 在这儿指 柔软的丧树 啊 就是 指丧树上的 嫩叶 所以这两句 可以翻译为 高枝长条 全砍光 拉着 短枝 彩嫩丧 七月明菊 八月在几 再悬 再黄 我诸孔阳 为公子长 啊 七月明菊 啊 这个菊字 大家看 这右边呢 是一个鸟字 所以呢 它显然是一个 鸟的名字 啊 这个现在呢 就叫伯劳 啊 这个伯劳鸟一叫呢 就表示这个天呢 快变冷了 啊 七月明菊 八月在几 这个在 又是开始 这个鸟 这个鸟 大家看呢 这个鸟呢 它的部首呢 是 咱们今天说是 半角丝 这个半角丝呢 就是 纺织的意思 再悬 再黄 这再悬 再黄 就跟这个再个再五 的是一个意思 悬 是指黑红色 黄 就是黄色 啊 那么 那么 又 又悬 又黄啊 这个悬 跟黄呢 本来都是颜色 在这儿呢 是 也是混音为动词 是染成 黑红色 和染成 黄色 啊 也是名词 用如动词 我朱孔阳 为公子长 朱 是大红 孔 在这儿是 非常的意思 阳 在这儿是 鲜明的意思 为公子长 啊 这个 这个字呢 咱们大家现在 都念成是 衣裳 啊 衣裳的商 啊 在现代海里念商 但是在古汉语人 能念长 啊 这个长呢 是和衣服 相对的 是指夏衣 就是古代男子 穿的那种裙子 所以 这句呢 这几句呢 可以这么翻译 啊 七月薄劳 树上岔 八月 搓麻 织不忙 染成黑色 染成黄 我染红色 最漂亮 为那公子 做群芒 下一段 四月秀妖 五月明条 八月齐祸 十月允拓 一至于和 取比狐狸 为公子求 二至齐同 再转武功 严严丝其中 现兼于公 大家看呢 这个七月里边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全出现了 这些数字 所以呢 我也 这个给大家画一下 这个十个数字 在甲骨纹里的形状 一二三和 咱们现在汉语里边 基本上是一样的 四 四呢 是连着四横 所以这三呢 也很像咱们上这课 讲的这个钱挂 就是三个羊腰 四呢 是四横 到五 它就不是五横了 因为再画的话 太长了 这五呢 就是 这个我记得 罗马数字 也是这样的 是吧 它是两横 然后一个叉子 表示这个五 和现代汉语 这个咱们凯述 这五就差的比较多了 四当然差的也很多 这个六 大家看 是这个 这个形状 这个形状 大家看呢 也有点像一个屋子 所以有人认为 这个六呢 是这个 这个炉的本字 这个七字 是最容易错的 这七就和现在 咱们写的十 完全一样 但是其实在甲骨那边 这是七 那十是什么样 十是这个 这个呢 大家一看 一根绳子 接了一个 割的 所以这个十呢 就是接绳即逝 这个咱们 我记得好像 这个这个 我们小学中学的时候 也讲过 他这个古人的时候 到十了 他没办法了 他就把 记一个割的 这样表示 就是进一位了 是十 八九呢 和现在的 还有点像 这个特别是八 八就像这个 嘴出气 这个九 也跟咱们现在 这有点像 但是也差距比较大 这是十 那么二十是什么 二十在甲骨呢 就是这样 就是两个 两个绳子搁的 二十呢 写作这个 楷书的时候呢 就是甘田的甘子 没有那中间那一横 这个字呢 发音就是念 比如 有念二十扎记 就是二十二十扎记 所以念 就是二十的意思 三十 三十就是 这个形状 三个疙瘩 这三十呢 咱们都知道 五萨运动 这个萨 所以这是念萨 四十 这可能很少 大家知道了 在甲骨文类是这样 有点像一个梳子 或者像一个耙子 但实际上 他也是从 接生计时来的 就是四个 应该是有四个疙瘩 但是他觉得太多了 所以把那疙瘩省略了 那么 这个字呢 在写为凯书的时候 就是在五萨运动那些萨子 上面再加一数 萨子 就是一横 四数 一横三数是五萨运动的萨 一横四数 这字呢 念系 是四十的意思 念萨系 二十 三十 四十 这个呢 就是甲骨文的这个字形 咱们在讲工具书的时候 说过 你要知道一个字 它在甲骨文里是什么字形 那查什么书呢 就是查高明先生的 叫古文字内边 所以这个四月秀腰 这个秀腰 这个腰呢 就是一种植物 大家看呢 又是草子 它又是一种植物 它能够接子 这个秀呢 就是接子的意思 所以秀腰呢 就是腰 这种植物接子 五月明条 这个条呢 就是咱们说的那枝了 禅 五月里边 就是咱们 羊里一般是六月 就是现在 就是最热的时候 这个时候枝了 枝了呢 叫的很厉害 八月齐货 十月允透 这个货呢 就指那个收货庄稼 齐呢 又是动词四头 没有什么实际的意思 允透 允就是落下的 意思 允就是草木 脱落的皮 或者叶子 叫允 又是一个草子头 所以这几句呢 可以这么翻译 四月远至 接子囊 这个腰 有人认为就是远至 就学名叫远至 五月 之了 声声差 八月 庄稼要收割 十月 落叶 随风羊 下边 一之 一和 取比狐狸 为公子求 一之有来了 咱们想想一之 是几月来的 应该是 一之呢 是周历的一月 是夏历的 十一月 鱼和 这个鱼呢 有人认为呢 这应该是 围的意思 就是 就是猎取的意思 取比狐狸 为公子求 取比狐狸 这比较好懂 为公子求 求 这个字呢 其实在汉茜的汉语也还有 就是指皮衣服 和求 所以这几句呢 可以这么翻译 十一月里 猎取和 打到狐狸 剥下皮 给公子做皮衣赏 下边 二之日 其同 再转武功 严肆其纵 献剑鱼功 二之日 就是 周历的二月 夏历的十二月 其同 这个其 又是动词四头 这个同 又是慧和 和这个 同我父子 那个同是一个意思 再转武功 又是在这 这个再呢 它是 于事的意思 在这 于事 转 是继续 武功呢 在这 指的不是 不是咱们现在说的功夫 而是指的是 打练 严慈其纵 献剑鱼功 这个 盐 又是动词四头 丝 是私有的意思 踪 这个踪 是指一岁的 小野猪 在这呢 是泛指 比较小的野兽 尖 是三岁的大野猪 叫尖 大家看 这个踪跟尖 它的部首呢 都是 屎子 都是猪 所以呢 它是 都是跟猪有关系的 都是指野猪 啊 这个三岁的大野猪呢 在这呢 也是泛指 比较大的野兽 所以 这两句呢 可以这么翻译 十二岁 十二岁里 会众人 继续进行 田猎 田猎 就是打猎的意思 小兽留下 自己吃 大兽 送到 功夫上 下面一段 五岁 五岁 四中洞骨 六岁 缩鸡 镇鱼 七岁 在野 八岁 在鱼 九岁 在户 十岁 蟋蟀 入我城下 穷智 熏蜀 塞象 井户 绝我 父子 约未改岁 入此 是处 这段呢 大家看呢 它还是在 描述一些 各个不同月份的 这个动物 或者是昆虫的 一些情况 四中洞骨 这个四中 就是咱们 平常说的 这个 蝗虫一类的东西 洞骨 就是 古人呢 认为 这些虫子 发出声音啊 它是由于 它两腿摩擦 发出的声音 所以这动骨呢 就是说 它双腿摩擦 就叫动骨 缩鸡 缩鸡呢 就是 也是一种昆虫 就是平常说 这个纺织娘 震雨 就是震动翅膀 它也是 发出声音 所以 这两句呢 可以翻译为 五月 蝗虫 弹腿响 六月 锅锅 斗翅膀 下边 七月在野 八月在雨 九月在户 十月蟋蟀 入我床下 这个 七月 八月 九月 这三句的竹鱼 到第四句 才出来 就是十月 蟋蟀 这个蟋蟀 其实是竹鱼 它七月 在田野 八月呢 在雨 这个雨 大家注意 是指的是 屋檐下 那么 九月在户 户呢 就指的 屋子里边的 户本身 是指门的意思 本身 这个户字 本意是门 所以咱们今天说 窗户 就是窗和门 当然在现代 汉语里边 窗户就 专指窗了 而没有那个门的意思 十月蟋蟀 入我床下 他就说这蟋蟀 它的生活习性 八月的时候 天气还不算太冷的时候 它在田野里边 交换 七月在野 八月呢 它就跑到屋檐下 九月呢 钻到屋里了 十月呢 更冷了 它就干脆到床底下了 穷智熏熟 塞向井户 这个穷智 穷是穷尽的意思 智是堵塞的意思 穷智呢 就是把所有的窟窿都堵上 塞向井户 这个下 这个是指朝北的窗户 朝北的窗户 井户 这个井户 这个井户是用泥浆涂抹的意思 在这儿就是门的意思 就是它的本意 就是把门涂上 用泥浆把门 就是那种 这个炸了门 就是用那个树枝子 什么边的这个门 这样呢 夏天还可以 你挡挡野兽什么的 但是到冬天呢 它不挡风 所以用泥浆把它护上 大家注意这个井字呢 它就是 它的步手是土字 所以这个字呢 也是和土有关系的 在这儿呢 实际上就是 指的是用泥浆涂抹 所以这几句呢 可以这么翻译 七月蟋蟀田野鸣 八月乌檐下面岔 九月跳进房门坎 十月到我床下藏 堵塞凤膝熏老鼠 泥封门凤 封北窗 下边几句 这个字呢 也可以念 阶 也可以念 阶 阶我父子 阅未改遂 如此是处 这个 阶或者阶 都是感叹词 父子刚才咱们已经说了 约未改遂 这个未 在这儿是将要的意思 将要 改遂 就是要过年了 这个约 在这儿是聚首语气词 没有什么实际意思 这个过年呢 指的是周历的年 如此是处 这个好懂 是处呢 就是 就是居住的地方 所以 最后这几句呢 可以 这么翻译 招呼我的 妻和子 眼看 就要过年关 赶快 住进 这间房 咱们讲到这儿呢 先把前面这几段啊 里边的几个常见字 咱们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常见字呢 就是 七月流火九月寿衣的 这个衣字 这个衣字呢 在甲骨文里边呢 就是一个 好像咱们穿的 那个大金的衣服的 那个形状 这个衣字呢 在古汉语里 也比较简单 它主要就是两种用法 一个就是衣服的衣 和现在还有一样 还有一种用法呢 就是衣 穿衣服 就是发第四声 比如 孟子唐宫宫里边 有一个许子义贺 就是穿着 许子是一个人名 许行 尊称他为许子 这许行呢 咱们过几节课 马上就要讲到 这里边呢 就有一句 叫许子义贺 就是许子这个人呢 穿着 粗补衣服 所以这个义 是穿着的意思 这节课 咱们就讲到这 优优独播剧倍温刹